今次這個MV 大家都有不同的角色 看我一身的IT-look 就知道我是做速遞的了 這個角色厲害了 我是一件貨 我是給這個速遞員Alton送的一件貨 我今次的角色是一個 類似蠟像展覽館裡面的一個 一個康間 專門查一下 展覽品、蠟像有沒有什麼問題 自己平時會聽聽歌 那我們兩個都是蠟像 蠟像 我的角色就是一個 打起臉一點的 還有比較認真模式的 按直的精神有問題的科學家 我就是一個比較大猛一些 好像法學老師一樣沒什麼記性 有些大猛的科學家 我就是外出買菜 突然間被人抓走了 被人做實驗的年輕人 就遇到這兩個科學家 今次在MV裡面就是一個 80年代遊戲秀的一個參賽者 我就跟著Tiger老師賺吃的 我是一個很舊年代的一個人物 有些背景 助手跟著我幫我做事 我的角色是一個遊戲節目的主持人 今次有個角色就是遊戲節目的參賽者 就被這個浮誇的AK帶領 這個五年都有份很好的禮物 剛剛就拍完過澳洲的綜藝 終於叫做12個人一起 搭飛機離開香港齊人 希望以後多些這種機會 我也想這個團可以有多些不同形式 不單止限於舞台的團隊合作 我覺得可能可以做舞台劇 12個人 是很突破的 都沒試過一起做舞台劇 一起12個舞都吃過 都是沒試過的 應該會好玩的 我覺得如果有機會去Tour 都是很大的突破的 就是我們一直以來都在香港表演 沒試過 大家都沒試過走伏 對 突破 開拓這個愛國的市場 哇 去不同地方可以見一下 不同粉絲 就算是否開演唱會 就算是一個粉絲會也好 希望可以做到 很感謝每一位粉絲 如果不是他們從比賽開始 我們是一個Nobody開始 然後一直支持到我們現在 我們有很多作品 都未必會這麼有力地去做出來 很感謝他們的陪伴 我們才會有動力去做更多更好的作品 去給大家 真的沿途高低半我走過了 然後這五年來我都高高低低 但是其實很多粉絲朋友 都是不離不棄或者默默地去支持我們 令到我們有這個機會和能力 繼續在這個行業走下去 我覺得這個是很感觸 除了感激都是感激 因為經常都覺得 如果沒有了你們的支持的話 都沒有現在的我們 五年了 所以大家真的很厲害 都很感謝你們 你絕對不是三分鐘熱度 真的對我們很有愛 才可以一直支持到我們這麼久 那所以 希望我們都可以繼續很努力地回饋給你們 不要辜負你們對我們的愛和努力 這五年有新的粉絲 也都有一直支持所謂舊的粉絲 多與少都好 都是我們經歷了很多 雖然可能這五六年來 有開心又不開心 就是好像坐過山車一樣 但是大家都依然默默地守候著我們 《全民造星》到現在其實差不多六年的時間 很多隻粉絲真的一直都這麼支持我們 其實其實堅持很難的 他們都這麼堅持支持我們 一直都 到現在其實都是 真的很喜歡我們才能做到 所以真的很感謝他們 多謝粉絲這五年來的支持和愛 因為沒有你們 我們不可能走到現在這一步 也希望 接下來的日子是 大家可以用一個最舒服的心 最開心的狀態去追你自己的星 這五年多謝你們同事的愛 每一次都要多謝 因為我覺得和五年前剛剛出道是不同的 距離遠了 而同時間我們直接表達給他們的愛 又是間接了 因為可能以前剛剛出道 可以真的拍照 可以聊天的時間都多一點 可以真的看著大家的眼睛去聊天交流 但是這五年就機會越來越少 只可以在舞台透過能量去送發 多謝你們的體諒 還有多謝他們無私 就是這樣的情況下都繼續愛我們